在东北亚地区斗斗转转几个月后,英国海军海神之子号船物登陆舰擅闯中国西沙,此前,英官员放言要派军舰巡航南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黄春莹,在9月6日的旅行记者上表示,8月31日,英国海神之子号船物登陆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三次进入了中国西沙群岛的领海,中国海军伊瓦对英国这艘军舰实施了查证识别,并且予以警告驱离。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胡博分析认为,英国派军舰进入西沙群岛领海是为了显示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感,战略上配合美国在南海所谓自由航行行动。 对于英国的行为,中国力应强硬一些。 海神之子号两期攻击舰,不安分的海神之子。 据路透社6日报道,海神之子号两期船物登陆舰,是从日本前往越南湖之明市港口途中进入西沙群岛海域。 海神之子号全长176米,矿28.9米,满载排水量约2.2万吨,间上共有353名军官、市官和人员。 改建设有物舱、直升机甲板和车辆甲板,主要用于两期登陆作战。 据越通社3日报道,海神之子号当天上午,抵达湖之明市国际港口,开始对越南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 报道称,海神之子号此访是庆祝越南与英国建交,45周年的活动之一。 同时实施越英两国国防部领导所达成的协议内容。 为增强越英友好关系和促进双方防务合作关系作出贡献。 防御期间,海神之子号的舰员将拜访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第七军区司令部,海军二区司令部的领导人。 同时,与第七军区司令部及海军二区司令部的部队进行体育交流。 澎派新闻,www.peeper.cn注意到,海神之子号在今年4月出现在西泰地区。 此后一直在这一地区活动,五月,海神之子号两期登陆舰,抵达日本佐世保岗。 当时,同属于英国海军的萨瑟兰号护卫舰,也在东北亚地区活动。 此外,还有一艘英国二戴尔号护卫舰加入组成编队。 在东北亚执行监视任务,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合作训练等。 英国美日电讯报6月3日曾报道着,英国派遣三艘战舰到亚太。 在过去三十多年来还是首次,他们的部分任务,是在南海进行所谓自由航行行动。 部分目的是落实联合国相关制裁行动。 不过,英国开务士报6月4日引述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派遣会避免美军的做法,不会进入中国岛礁12海里领海之内。 在进入了西沙群岛海域过程中,中国军队派出舰机进行警告驱离。 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中国军队依法易归派出舰机对英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离。 中方没有透露派出具体兵力规模,英国每日电讯报着,中国派出一艘护卫舰和两架直升机驱离军舰,但没有攻击性,双方均保持了冷静。 一前冷战后,英国军舰经常在南海来来往往,没有英国军舰进入西沙群岛领海的公开例子。 因此,这次去都还是比较罕见,并且,英国一上来就选择中国固有领土,不承认有争议的西沙群岛,很有挑衅性。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施晓晴告诉澎湃新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廉国强,就英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发表谈话称,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政府早在1996年5月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集体延续法,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英方派军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挑衅, 违反中国法律及相关国际法,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登陆艇从海神之子驶出,战略配合美国经常到南海挑衅,海神之子号进入西沙群岛海域,之举并未即行之举, 英国政府此前就多次扬言加强要派巡航,还宣称派出最新服役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往南海。 去年7月,英国前国防大臣麦克尔法轮声称,英国计划今年向南海地区派起航母进行巡航。 以增强英国的海上地位,麦克尔法轮还以所谓的航行自由作为借口,扬言不会受到中国的限制。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也在澳大利亚透露,英国两艘航母将到亚太地区巡航。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于去年12月7日正式服役,2号建威尔士卿王号正处于建造阶段,预计2019年下水。 伊丽莎白女王集射二战后,英国建造的排水量最大的航母,满载排水量达6.56万多,可待在40架減战机,包括36架F35B隐身战斗机。 该航母服役对于英国皇家海军意义重大,不仅标识着英国海军即将终结5航母各用的该大局面,皇家方舟号航母2010年已报废, 而且还意味着英国海军重回大型航母时代。 在今年6月举行的新加坡向格里拉峰会上,英国政府再次重申,巡航南海的重要性。 英国国防大臣梅连姆森当时在新加坡表示,英国今年将向亚太地区派出三艘军舰,向该地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发出最强烈信号。 英国派军舰进入西沙渠岛海域,是在配合美国在南海进行的所谓自由航行行动。 英国脱欧以后,英美同盟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 在这个时候派航母巡航南海,有利于巩固英美同盟关系,捞取更多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利益。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冠杰告诉认为,除此之外,巡航还有展示脱欧后,英国更强大的意思。 给国民一个交代。 在脱欧的这个时间点,英国心态是上比较复杂的。 在海洋安全方面,以前加入欧盟主要是靠集体行动雷固。 脱欧后依靠集体行动是不现实的,是依靠美国还是靠自己。 现在还没有很明确的说法,但从这次调性性比较浓的事件之后,可以更好观察英国在海人安全方面的做法。 是小琴认为,在湖泊看来,英国派军舰进入西沙群岛领海,是为了在这一地区刷存在感,战略配合美国在南海所谓自由航行行动。 就在英国海神之子进入西沙群岛海域当天,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一家和,号直升机航母为首的舰队,也在南海海域活动。 据美国Navie Recognition网站报道,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第四护卫舰,8月31日在南海海域举行了联合演习。 在演习期间,双方进行了海上补给训练,交换了海军联络官,并演练了机动程式。 值得关注的是,英法未来可能加强在南海巡航中的协作,法国国防部长帕利在6月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对南海也发表了看法, 并称法国和英国军舰将在南海联合执行所谓自由航行行动。 帕利当时表示,联合的舰队将前往南海特定区域。 他暗示,预测这些舰船可能会发生对抗,无线电会发出严厉声音,命令我们离开。 上月,法国最先进的战风战斗机首次访问越南,据越南媒体报道,法国战风战斗机历史性访问越南首都河内。 8月26日下午,这批战风战斗机飞地和内机场,这是法国之一战风战斗机部队,在参与澳大利亚2018军事演习之后,在亚太进行的另一场访问活动。 法国一共出动了100名军官与技术人员,据称,此行是为了庆祝两国建交45周年,以及双边战略关系建立5周年。 捉襟舰肘的海军力量难以支撑英国的亚太野心。 在2014年发布的英国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报告中,英国强调其在亚太地区有着重要证据和经济利益。 此后,英域军演、亚太巡航等行动,展示了借助亚太的决心。 虽然英国一直强调亚太地区重要性,也做出了更加积极进入亚太地区事务的姿态,但捉襟舰肘的海军力量难以超久支撑其野心。 俄罗斯卫星同学社6日报道着,英国皇家海军前参谋长Ellen West就有关英巴善在之战,加剧发表的报道说,英国无力保护自己的领海,脱欧后,情况将会更糟糕,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军舰。 8月底,在英吉利海峡塞内湾诺曼地海岸,5艘捕劳善被人英国渔船,遭遇40多艘法国小型渔船围堵,渔船相互碰撞,双方互相抛弃10块,一艘苏格兰渔船受损。 法国人反对英国人在这一海域捕劳善被。 前参谋长Ellen West表示,因捕劳善被引发的与法国的冲突,说明一个重要问题,显而易见。 英国舰艇不足,无力维护自己的专属经济区。 在今年6月一次议会中,来自不同阵营的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质询指出,英国海军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他举例着,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甚至很难在没有盟军,支持的热点地区独立执行战斗任务。 皇家海军目前还存在反潜能力衰退,两期战能力即将消失,以及对陆打击手段极度单一,等急需解决的问题。 英国国防部目前的压力极大,面临300亿美元的缺口,却已经没有了多少可供支配的房地产。 上述国防委员会委员称,总次英国国防部,将此前的国防大楼,卖掉改为五星级就店。 当被位及英国两栖主战舰艇都被卖光了后,皇家海军陆战队应该怎么办时,英国国防部回应着,新的两栖主战舰艇建造,几乎是遥遥无期的,将未来一段时间内皇家海军两栖作战委托给法国更加现实。 实际上从2017年开始,一部分英国海军陆战队,一直在法国海军的两栖战舰上部署。 巴西当地时间8月26日,巴西海军信义最大的战舰大西洋号,缓缓是如里月热内陆军港,远处就是科科瓦多山和耶稣基督像。 巴西当地时间8月26日,在科科瓦多山顶耶稣基督像的注视下,巴西海军信义最大的战舰大西洋号,缓缓是如里月热内陆军港,大西洋号的前身是英国海军,海洋号两栖攻击减。 该舰在英国海军服役30年,仍计划服役至2024年,但由于经费限制最终放弃。 英国防务新闻网站此前看文章,海洋号两栖攻击舰的出售导致英国海军在数年内没有任务,有化的打型直升机攻击平台。 为此,皇家海军计划重新配置新的伊丽莎白女王及航空母舰充当直升机母舰使用,以便能够作为两栖空中机动平台操作。 如果英国海军再不重视两栖舰兑,海神之子也可能被卖掉。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